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很開心今天又有這個網上的《言經》的直播 我們的主題仍然是從聖經認識聖年充滿和如何追求聖年充滿 而我們今天所講是講到人經歷聖靈的方式 即是根據聖經,聖經有講了有多少方式我們可以經歷聖靈呢? 聖經有不同地方有形容的 第一個經文就是《以賽書》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這裡就有講到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人 那這個第一個經歷是什麼呢?我一邊講的時候一邊問大家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即是說經歷到什麼呢?大家可以放膽去講的 這個經文就是根據這個經文裡面講到什麼呢?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嗎? 這個就是要… 經歷神,神與我的同志是我的身上作業 即是我的要開放神的同志像神呢? 我想你從經文回答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即是說神的工作是什麼?在這裡看我們怎樣經歷到祂? 即是我們要謙卑 你看經文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我們要習慣從經文找答案 主耶和華的年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那這個是什麼? 即是什麼? 你講出來 即是經歷聖靈的什麼? 即是經歷聖靈在我身上 我們要謙卑 那這裡你拿錯了用神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我們經歷到什麼? 經歷到神的恩高 好的 有另一個人在說的是什麼? 是不是神感動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傳福音 是的 沒錯 這個就是我想請大家盡量學習 從聖經找答案 叫我去傳福音 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那就是神會感動我們去傳福音 會改變我們生命之外的動力 謙卑只是說那些受的人 意思就是說 因為那些人驕傲 他們不肯聽這個信息 所以我們會傳好信息給那些謙卑的人 不是代表驕傲的人我們不傳 不過那些謙卑的人 他們會受諾這個信息 重點就是我們會被改變 大家看到嗎? 經文裡面所說的就是 聖靈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很想去傳福音 其實所有得救的人都會有這個心去傳福音的 所有重生得救的人 不過呢 在聖靈充滿之後 是很明顯有更強的動力去傳福音的 是很想人都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經歷到神是可經歷的 因為有很多人是 他們是覺得神很遙遠 就是經歷不到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是幫一個人經歷聖靈 他很開心 他說什麼? 他說呢 哇 其實基督教應該就是這樣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基督教不是這樣的 好像只有聽字 只有道理 是沒有經歷的 而聖經是有經歷的 所以他覺得 應該基督教應該都是這樣的 其實 基督教裡面都是有經歷的 我記得我初信的時候 牧師也說到 我們可以經歷平安喜樂 我當時是經歷平安喜樂 是很真實的 但是這個平安喜樂是可以加強的 可以越來越強的 但是有很多基督教就未必了 因為他為什麼呢 有很多煩惱 他就沒有繼續經歷神 所以我們第一 從聖經去尋找經歷神的方式 以及我們也是在我們生命裡面 留意到聖靈什麼工作 比如說昨天有個姊妹分享 她在報道會的時候 聽到神跟她說話 而那句說話 不是有人說 是聖靈在她裡面說的 這就是經歷到聖靈 跟我們說話的方式 OK 好 下一句 猜顯我醫好傷心的人 OK 這裏又是什麼工作 安慰 OK 你用那個字眼好不好 好 醫治 是的 醫治什麼 傷心的人 是的 即是我們用另一個字眼說 即是這些叫做什麼 醫好傷心的人 很多時候都說到這種行動 我們有個名字 但你不一定要用足那個名字 總之這個意思是 叫做什麼呢 這些 是不是心靈哀傷 心靈哀傷 心靈哀傷就是她的問題 但是我去做什麼呢 你正在做聖靈 你正在做聖靈 你再說聖靈 聖靈 這裏是講到猜顯我醫好傷心的人 那就是神做什麼呢 做安慰者 醫治者 OK 是的 做醫治者 即是她能夠醫好傷心的人 是不是 就是心靈醫治 還有她 首先都醫好我自己 我才去醫好傷心的人 是不是 所以 這裏講到是有兩樣的工作 一樣的工作就是 她首先醫好我們的傷心 跟著呢 第二樣就是 猜顯我們 感動我們 我們會有動力去醫好傷心的人 也都有能力 就是 因為 有個人在我們面前 她很傷心 我以前 就是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就是有些人都找我去 很多煩惱的 那 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就跟她講聖經的真理 跟她祈禱 就只是這樣 神啊 你幫助她 祝福她 謝免她 拯救她 幫助她的心靈 但是呢 因為我不懂得怎樣幫她經歷聖靈 所以呢 她每次來都是差不多這樣 就是 不是一定說 用這個方法 人不會改變 是會的 不過有些人是很難改變 那當我 就是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有些人找我 很傷心 是有很多人有這樣說過這些經歷的 就是怎樣呢 她即時經歷到一種平安喜樂 就是都有 頗多人是這樣 也都有一些 分享了 就是跟她祈禱之後呢 她立即覺得 改善了 立即個人改善 立即呢 又平安又喜樂 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次 有一個人 那時候我在外國呢 我有其中一個方法外展呢 就是 教人彈琴啦 補習功課啦 教他們英文啦 教他們唱歌啦 就是 就是什麼東西 包括打鼓啦 就是有些什麼東西是幫到人的 我都用來宣傳 我還記得有一次呢 我那時候主要是向學生的 因為我 我們去那些 學校那裡附近呢 派傳單 那然後呢 就 那就去派傳單啦 不過有一次有個成年人 她收到 那我們派的時候 什麼人都給的 不是一定說 學生才給的 那一個成年人來到呢 她呢 就 說什麼呢 她就說到她 丈夫離世呢 她就非常之傷心 她天天都很傷心 很傷心 那我們呢 就 跟她 輔導 跟她解釋耶穌 和跟她祈禱啦 祈禱之後 她怎麼反應呢 是即時很充滿喜樂 是 開心到笑出來 即是很神奇 就是在第一次聊天的時候 她即時整個人都改變了 那這個真是 神的大能 即不是我說這些什麼說話 令到她 由一個這麼憂傷的情況 因為她丈夫死了 她那個憂傷是很重的 而能夠在那時候 經歷這麼大的喜樂 真是 即不是人能夠做到的事的 所以 就是聖靈 叫我們經歷到醫治 和賜給我們動力 可以去醫治人 我想大家就是這樣去識經 就是說 從個經文 說什麼 到底 我們現在就找 我們可以怎樣經歷神 而我們平時就說 總之經文裡面說什麼 我們就細心去思想 習慣細心去思想 不要這樣就用自己一套的方法去解釋 就是沒有經過思考 而是去就這樣說出來 而是從個經文說出有什麼經歷 其他經文我們就不是找經歷 不過今天我們就找經歷 我們也是找他的內容 好 接著 報告被魯迪得得釋放被囚 踢出監獄 那這個又是怎樣經歷神的工作呢 好 有沒有人想說 首先我問 這個經文 你猜他是講 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們去到他的監犯 監獄那裡 接著就幫他 他就可以離開監獄 你覺得這個是一個 literal 就是字面的意思 還是一個代表性的意思 這個 出監獄到底是代表性 還是一個 照字面的意思 大家可不可以回答 代表性 是的 代表性 就是不是我們可以去那個監獄那裡 說 一和他談完 接著他 我可以出監獄 OK 那這個是講到什麼工作呢 我們可以經歷神什麼呢 釋放力上的 釋放 釋放OK 自由 沒錯 釋放自由 釋放 我想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字眼實際上 沒有清楚講到是什麼 釋放放式黃 藥 可以解釋一下 釋放式黃 好 的 我可以解釋嗎 釋放什麼 �� 內 我們心靈釋放,他也未必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要解到明,講道,分享經文 我們是將它解到明,可不可以解到明 就是怎樣脫離內心的捆綁 怎樣說法呢?大家可不可以說一下? 是,有很多沉悶,有很多不開心在他的心裡 很空虛的人也是 是,OK,這個就告訴我們 原來有時候有些人覺得,哇,情緒的捆綁是很困難 但是這裡聖經講到就是,無論你是什麼捆綁,包括情緒的捆綁 也可以包括其他的捆綁 我待會兒情緒的捆綁再講 我們首先講了不同類別的捆綁 情緒的捆綁除了之外還有什麼捆綁呢? 苦讀呀,或者是不饒書 是的,苦讀呀,不饒書呀 稍後繼續再講一下,還有些什麼你想到的? 行為?不像習慣 是不是生活習慣? 是,戴偶像呀 戴偶像,OK,好 那些不好的習慣,那些印啊 是的,沒錯,那些印啊,什麼印呢?有什麼印呢? 賭人啊,聖癮啊,這些 OK,好了,賭人、聖癮,或者是吸毒,有些人吸毒 不同的人,或者是喜歡罵人,喜歡傷害人 那這些呢,神都可以釋放 那就是說,首先釋放我們先 然後我們又可以去釋放人 那情緒的釋放,我們可以跟別人解釋 就是說普通人來說,其實很多人呢 就是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情緒的捆綁可以有多嚴重 那很多人就覺得不重要 還有他不知道那樣東西可以破壞到怎麼樣 那我講一些例子 就是人可以因為一些什麼事 而有一個長期的情緒的捆綁 那時候呢,我曾經 就是回到香港呢 就曾經在一間基督教學校裡面呢 是工作,就是在教會的 那個教會連同學校的 那我就做團契,很多個團契 那就是很快就很多人參加 很多不同的團契 那就... 當時有一個學生,真是很乖 他參加聚會很乖,很興奮 還有他經歷聖靈 因為那時候呢,我是經歷了聖靈 那我跟他祈禱,他有經歷聖靈 他覺得很好很好 那後來我離開香港那時候 那我離開香港之後呢 後來就... 這次回來啦,2011年的時候 我回來香港了 那又...他找我喔 他接觸到我 然後他告訴我,他有強迫症 他強迫症去到什麼程度呢 他是... 就是...我約了他來 我去會所裡跟他聊天 那他帶了他的家人來 那...跟他聊完了 那我就說... 那現在那個村巴幾點鐘到 你們快點下去,搭車走 那他... 家人呢... 就是我給了他們一票 那他家人就... 夠了我們下去了 但是他不肯走喔 他做什麼呢? 他說... 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手袋 漏了一個鎖匙在那裡 那... 我說... 你的手袋都沒有開過 拉鍊都沒有開過 你的鎖匙怎麼會留在那裡呢? 他就不信喔 他就怎樣呢? 他就... 在桌底那裡... 看來看去看來看去 看完一次又一次 他看的時候呢 他還做一件事的 一... 二...三... 我說... 有沒有? 沒有... 那... 那就走囉 他還在那裡看 我要再看一看 一路... 真的看了十幾次 就是過了那個時間 那個村巴都走過 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學生 變成一個強迫症 真的很嚴重的人 那我就... 後來問他 你怎樣會有這個 這樣的強迫症呢? 他就說呢 後來呢 他呢 就曾經有一次戀愛 戀愛呢 就失敗 失敗之後呢 他就很... 不開心 就慢慢呢 變成了抑鬱 然後呢 就變成了有這個強迫症 哇... 這個真是很... 真是很淒涼 就是... 失戀 第一是淒涼啦 第二呢 就是變成了強迫症 一個人呢 本來很正常的 變成這樣 那... 我也都因為很多人找我 在網上我有很多影片啊 講到有些人心靈得到醫治釋放啊 那...我因為見過很多人了 那...我發覺呢 一件事... 變成為情緒問題和精神病 不需要很大件事的 我發覺一件事 有時候是很小事的 有一個人找我 他是什麼事呢 他是... 有一次... 下班的時候 他要趕著走 即是那些同事一起趕著走 要搭火車 那...他就很急 他很需要去廁所 但因為他想和同事一起走 他就結果選擇了 照去不去洗手間 就去... 就上火車了 在火車的路程 一直急急急急急得很辛苦 而且呢 他就看到一個人看著他 他說呢 覺得這個人呢 是在那... 就是... 就是... 不知道陷害他還是什麼 但有可能 只有一個人看到他 就是這麼奇怪 過程一急的時候 整個人都會... 身體都有表現的嘛 可能那個人就看著他 覺得他很奇怪的 那...他就說呢 開始他就很... 不開心 很捆綁 就是他不敢再坐車 因為怕著呢 又是這麼急 結果不上班 還有有精神病 就是... 就是覺得... 就是... 我就是覺得... 哇... 一次的... 沒有去洗手間 不是代表以後都是這樣的嘛 那... 那...這個呢 就是...真是很可惜的情況 那...所以... 我勸喻大家就是... 你有時候有些事情不開心 無論是什麼都好 你的... 有精神病的... 有情緒問題 有精神病的... 但如果我們說... 不要緊... 他傷害我 神會給我... 普通人就沒有這個信念的 普通人不能夠說... 神會給我...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愛神... 神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體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祂會給我... 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會給我的... 當然... 人一定有傷心的... 但是... 一個問題就是... 不要容許傷心一直持續下去... 那... 我就鼓勵人... 至少在思想上... 順量... 在幾秒... 幾分鐘... 就處理好了... 思想上... 祂不能夠拿走我的... 恩典... 我的福氣... 神會繼續祝福我... 我聽神的話... 神就祝福了... 不容許... 祂所做的事... 傷害我... 令到我覺得... 哇... 祂真的... 傷害我... 我好緊要... 祂拿走我的東西... 我好慘... 好慘... 當我停留在這個狀態... 我好慘... 好慘... 就真的會變得好慘... 但如果我們... 不去介意... 我們就不會好慘... 即是... 我們就說... 不要緊要... 祂不能夠拿走的... 神會給我... 我可以得安慰... 得釋放... 得醫治的... 那麼... 這個心態就是... 神會給我... 第一就是親近神... 第二就是... 那些所有的人做的事... 並不能夠搶走我的福氣... 所以我可以... 平安... 喜樂... 興爭... 神有很多恩典的...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 得益處就是... 無論是... 萬事就是包括... 順景的事... 和不順景的事... 都... 會效力... 在我們生命中效力... 叫我們得益處的... 神會使用所有萬事... 都對我們有益處的... 那麼我們就相信... 無論發生什麼事... 就算... 有些嚴重的... 譬如有些人有... 癌症... 有癌症... 可以有些人不同... 有些人就很傷痛... 變得很憂鬱... 但有些人說... 祈禱求神醫治... 醫治到... 那我就不用... 不用死亡... 不用有這個病... 或者是醫生幫我... 我不用死亡... 那就感謝神... 那如果我真的死亡... 那就上天堂了... 如果... 一個人這樣看得開... 但有些人說... 不行啦... 我有家人... 神負責每一個人... 我們不能夠永遠負責其他人... 真的... 的確是有時候... 因為有家人要照顧... 所以我們就很擔心啦... 但是... 這個責任在神的身上... 我們不能夠永遠負責... 周圍的人... 那當我們的心裡面興省的時候... 就算有癌症... 我都是... 平安的... 我不受影響的... 我是可以... 甚至有力量去祝福他們... 有力量去幫助他們的... 這個就是... 不受諾的傷害... 任何的傷害... 都不受諾... 而是... 深信... 神一定會給足夠的恩典我的... OK... 那這個就是一個... 健康的心態... 從神得力... 深信神的祝福... 而不受諾... 任何人... 所有... 任何的傷害... 或者... 任何環境的傷害... 那首先... 我們學到這件事情啦... 那所以... 我再勸喻大家... 如果你發現... 你平日... 會有時... 自己就很悶... 喏... 就算悶都可以變得... 有情緒問題... 精神問題... 其實... 任何一樣負面的情緒... 人每天都覺得悶... 他就會覺得... 唉... 我做人很慘... 很悶... 很煩惱... 那麼... 他一路... 每天都去想的時候... 他就越來越擴展的... 問題是越來越大的... 這個是... 人... 有問題的時候... 會帶來的後果... 那麼... 我們就去化解了... 神與我同在... 我不需要覺得悶的... 我親近神又... 喜樂平安... 可以跟著... 網上那些敬拜... 血敬拜... 我又平安喜樂啦... 那麼... 我人就開心啦... 我就可以... 不用活在這個情緒問題之中... 在... 情緒問題... 第一... 影響我們的生命... 影響我們同神關係... 影響我們的侍奉... 第二... 可以... 變成為... 有... 情緒病... 或者是... 精神病... 是... 一有了... 精神病... 或者情緒病... 是很難回頭的... 是很難很難... 神可以醫治... 不過呢... 是難很多... 所以我們... 第一樣是... 預防... 預防有... 情緒病... 精神病... 是... 盡快的處理... 無論什麼事... 都是說... 不要緊的... 我失去了什麼都好... 都...不要緊的... 而我們... 輔導人的時候... 都是... 讓他... 我們首先... 輔導人呢... 我們就需要怎樣呢... 接受他的情緒啦... 不開心啦... 煩惱... 我知道你辛苦的... 是... 很困難的... 我... 關心你... 耶穌也很關心你的喔... 那你想不想... 得到... 醫治呀... 你想不開心呀... 你覺得你可以做些什麼呀... 你覺得耶穌會做些什麼呀... 那引導他呀... 你可以做些什麼呀... 你有試過做什麼呀... 有什麼方法可以放手呀... 那樣... 去引導他... 讓他... 放手... 和... 得到喜樂平安... 那他呢... 就可以... 就是... 心靈呢... 就... 脫離這些... 虎老... 和... 可以得醫治... 那首先... 我們自己... 追求高度的... 輕省喜樂平安... 就... 我們... 才能夠去... 釋放... 那些... 被捆綁的人... 在監牢裡面的人... OK... 我... 先把這個... 就是... 經歷聖靈... 這個醫治... 安慰講出來... 那... 那... 我先講了很多... 就是... 情緒會有影響啦... 而... 釋放醫治呢... 我自己相信是... 兩方面的... 一方面是靈的釋放... 第二方面是... 思想... 靈的釋放... 靈的釋放是什麼呢... 就是... 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安慰... 臨到我們身上... 人呢... 就整個人都鬆了... 就是... 有些人... 真的一祈禱... 馬上就鬆了... 那... 這個是... 第一步... 但是... 一定要學怎麼處理的... 就是... 不能夠... 哦... 啊... 祈禱... 好... 我又找過你祈禱啦... 不是... 只是靠別人跟祈禱... 他一定需要學習... 如何... 不受... 他... 回去面對的問題... 他如何處理現有的問題... 如何放手... 如何從神得力... 就是... 他一定要學習... 建立同神關係... 以及放手的... OK... 就是... 我講了... 原來我們可以... 經歷神的安慰... 以及神的話語... 是會賜給我們... 能力智慧... 方法... 去怎樣處理情緒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 在情緒的問題之中... 那麼... 我們怎樣處理...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那麼... 我們... 今天呢... 教導就... 講到這裡... 停在那裡... 但我現在給大家... 一些回應了... 當你聽到... 啊... 神能夠這樣... 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弄的... 得釋放被囚的... 出監牢... 就是任何人的... 情緒的... 或者是... 人際問題的... 一些癮啊... 什麼都好... 神都有能力的... 嗯... 而我們... 首先... 我們自己都... 幫助我們自己... 不要給一些情緒啊... 或者任何的癮啊... 任何不好的習慣... 控制我們... 那麼... 我想問... 大家... 有沒有... 啊... 問題想問... 先... 有沒有人... 有問題想問... 阿爾牧斯... 譬如... 被人... 那... 那... 明明自己是... 是... 做一些事情是... 愛對方的... 但是... 不知道... 卡克克啦... 那... 對方呢... 就誤會了... 你是... 不尊重他... 你是... 對他不好意的... 那... 這個... 我覺得... 很奇怪... 就是... 我完全是... 想... 為對方好... 那... 他解錯了... 那... 又沒有機會可以解釋... 甚至... 我覺得... 解釋... 對方... 都不會接受的... 因為... 其實... 他... 覺得... 受傷害... 但... 他覺得... 受傷害... 他指責我... 我也覺得... 自己受傷害... 那... 大家... 互相... 在受傷害... 那... 其實... 所有... 人的問題... 基本上... 都是來自一些... 人的... 莫名其妙的... 行為... 或者... 跟人... 就是... 怎樣... 傷害人... 計較人的... 不好... 都是... 出自人的... 不好的地方的... 即使你所說... 就是人的... 誤會... 而他又堅持... 他的看法... 他又... 不受你的... 解釋... 他只是繼續去誤會... 繼續去發怒... 那... 這個就是... 他的問題了... 我所說到就是說... 我們怎樣放手呢... 首先... 神會給我... 我親近神... 神會給我平安... 第二呢... 就是... 他拿不走我的好處... 神給我的好處... 拿不走的... 我... 可以去嘗試去解釋... 或者... 善待他... 對他好... 那...希望呢... 他... 明白呢... 他就不再... 誤會我了... 這個是我們希望的地方... 不過... 有很多人呢... 你做什麼都好... 他都是這樣的... 那... 因為... 人... 我有一句說話... 神給我一句很簡單的說話... 罪人是不能夠停止傷害人的... 即是罪人呢... 我講罪人的意思... 不只是講一些不信耶穌的人... 即是有時候基督徒... 他經常都是被一些罪群綁... 他都是不能夠停止傷害人的... 他經常討人... 罵人... 打擊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好像在他生命之中... 是他的... 必然的習慣來的... 那... 問題就是... 我們值不值得被他影響... 即是任何人傷害我們... 我們就說... 我值不值得被他繼續傷害... 當我已經解釋了... 他不肯接受的時候... 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 他不會拿走我的東西... 我... 接受... 他是誤會的... 一直誤會的... 我沒有改變他的誤會... 那我就不介意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就可以釋放... 那... 神還給我的... 我天天感謝神... 哈利路亞... 我也不繼續思想他的問題... 那我就可以釋放... 但如果我天天都在想...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這句說話...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就接受... 人就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人一定是... 一定有各樣的問題... 罪人是不能夠停止傷害人的... 所以我接受的時候... OK... 他是這樣的... 我能夠做的... 我就做了... 那我就... 儘量不介意他所做的事... 最重要就是... 不介意... 不要緊要的... 他不會拿走的... 那我們就能夠得釋放... 即是親近神... 還有... 張卷士一直說... 化解... 不是壓抑... 什麼叫壓抑呢... 我明明很生氣他... 不過我按住那些氣氣... 這就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 壓抑是可以造成情緒... 和精神病的... 我們是化解... 即是說... 不要緊要... 他是這樣的... 他經常都會說是人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 深信神愛我... 神祝福我... 所以... 我... 不需要受影響... 這個就是... 就是... 化解... 我不需要受影響... 我不用吃人的垃圾... 是他的問題... 即是... 有些人... 他真的... 不斷就說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他是這樣的人... 我不用... 我用廣東話一句俗語... 我不用拿屎上身... 他... 他很多事... 我不用拿屎上身... 這是他的問題...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但這個過程... 是需要時間的... 有些人做得快... 譬如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一聽到... 有些人說一些不好的事... 我立刻分裂... 我有沒有做錯... 我沒有做錯... 我不需要介意... 即是... 我如果做錯... 我認錯... 但如果我沒有做錯... 我不需要... 計較他怎樣反應... 或者他甚至... 我試過一些情況... 比較難處理... 就是他直接去... 誣告我... 並... 向其他人去誣告我... 去傳播一些... 不真實的說話... 我自己就關心... 就是... 會不會影響我這個事奉呢? 會不會... 人們對我... 失了信任呢? 但我也是說... 我只能夠做的... 但當時他又封了我電話的... 不能跟他講,那我就說這件事交給神了,神會保守我的 神會說對不起,我忘記幫你,所以那個人說了一些誣告的話 以後你就受影響了,我相信神是不會這樣的,神會說他拿不走你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深信,沒有人能夠拿走我們神給我的恩典 我有沒有回答你,我這個是很普遍的,如果講到心靈醫治是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解釋 幫我現在簡單的解釋給你聽 我想問你剛才說的化解,是不是要重複做的? 是的,因為人的情緒不是一下子可以逐一聲 是的,我這樣說的,思想改變快一點的 思想說,他有問題,我不用介意了,思想上可以快一點的 不過情緒是比較難一點的 我講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人 其實這個人的身份在教會裡面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會做一些很離譜的 當我知道這件事之後,我的心真的很難以明白,難以相信 但是呢,我自己做習慣這些,我也接受 他不會害到我的,我就算了,放手吧 那我的思想上可以放手,我當時讚美神也輕惨 但是我發現我睡到半夜一醒的時候,這件事又壓住我心口 覺得有一種壓迫的感覺 那我又繼續去處理思想,然後也親近神 叫我心放鬆,這樣我第二晚就沒事了 但是第二晚沒事,有時候這件事會影響我的內心的情緒 但是呢,我就說不用影響 我的情緒的意思,我不是說我跟著情緒化,不是的 我只是心裡面覺得有些偽悶 有些不開心,但是我自己就在那裡化解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他不會拿走的 他不會拿走神的恩典的 那我就逐步逐步去化解了 就是化解的思想和化解我的情緒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有啊,謝謝 OK,好,還有沒有人 好,感謝主,還有沒有人有提到的? 有啊,葉老師 有,有一次,譬如說我身邊有個以前的同事 我長話短說 但是,他呢 好一點點,就是沒有離婚 跟我說話 意思是說 就是他聽到一個過程 然後呢,重點是 我想跟你說呢 他呢,聽到呢 另外一個,就是幫過他 他上班的頭 他說呢,人家呢 就是喜歡他,他暗戀了人家 就是哪裏呢 講話呢,有聲音呢 人家聊天呢 我發過 他都說呢 人家講過這件事 講他 是啊,我發過幾次 他都是這樣 就是跟我說 他不敢跟他父母說 但是跟我說了呢 我又不 可能我又不知道 當時怎樣處理 很多年前呢 初初勝主 然後呢 我出去上班啊 或者人家聊天 講話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周圍有一個思想 人家講講我 可能我自己沒有處理 有時候呢 人家講話 不一定講我 是吧 就是 沒有理由 人家都講講我去哪裏 這個呢 我覺得好像 強迫症的一種 強迫症的一種 是嗎 是嗎 但是我應該怎樣處理 是的 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真的沒有處理 聽到他全部的 他每次呢 如果我都會喜歡 講這個話 我說你就不要講了 我真是接受不了啊 因為 是啊 我想 我自己都有這些想法 我覺得是不正確 我都想到我那個同事的原因 就是經歷過這樣 強迫症 我應該怎樣處理呢 OK 首先你處理自己 是 他跟你講他的情況 我們首先 我們不受影響 我們就說 OK 他有這個問題 我不用 我們幫人的時候 我們不要背別人的重疊 如果背別人的重疊 就很慘 或者會變成自己有病 因為那時候 我曾經在醫院做過 學過院務的過程 和做過院務 就之前我在教會 由領開始的事務 其中一件事我們學過 就是 我們會看到很多病人很慘 如果我們每天看到 嘩 他真的很慘 糟了 有時候人們會這樣想 如果我又這樣就慘了 那就背上身了 或者 哎呀 我很掛念他 我真的很擔心他 我們掛念人是OK的 不過不要掛念到自己都變成重疊 所以他有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幫人背著 好像我這樣 有很多人問我 如果我每個人都背著 死了 這個又是情緒問題 這個又是婚姻問題 這個又是吵架 這個又是不聽神的話 如果每個人都背著 那我真的不行 我一定會有平安喜樂 因為耶穌說 我騙是容易 我單是輕散 因為負責的是神 不是我的 所以這個第一 就是我不受影響 第二就是 這樣的人在強迫症的情況下 是很難用理由去說服他 是很難的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跟他祈禱 讚美神 讓他輕鬆 讚美神 當然我一定要寧靜他 回應他 我知道你現在很擔心 有很多情緒問題的人 他們都會說 好,我想 然後我們探討什麼方法 但是強迫症的人 有一件事我發覺很困難的 就是什麼呢 他總是說 那些人 譬如有人跟我說 他說我看到街上 有幾個人 經常站在那邊說話 他正在說我 那些根本無緣無故的人 他就看到那些人站在那裡 幾個聊天 他正在說我 他總是這樣相信的時候 他是很慘的 那我也可以嘗試跟他化解 就是說你想不想脫離這種問題 但是他覺得這個問題是 實際有一個 真的有些人在陷害他 所以他覺得 我心靈怎樣也好 那些人都是在害我 那 我可以有時候做的 我就說他有沒有真的害到你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什麼地方會害到你 那他又說不出 那他沒有害到你 那你又相信神是會祝福你的 你相信不相信 那你可不可以 不介意就算他說你 為什麼 他不整理你的 他不能夠殺死你 他不能夠傷害你 你不用去想 他喜歡說人的閒話 不代表他會走去傷害那個人 他只是在這裡喜歡自己說 而那些人不認識你 怎麼會去傷害你呢 但這個理由 有些強迫症的人 是不會接受的 所以這個需要靈的醫治 還有逐步 就是可能跟他查聖經 一個方法就是 跟他祈禱和查聖經 看到神的照顧和祝福 讓他相信就算有人說我 好像約室他的歌陷害他 他也不會被陷害 因為神會祝福他 這是難的 就是幫助那些已經有嚴重問題的人 是難的 是需要智慧如何去輔導 有些人會醒覺的 我都想脫離這件事 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但有些人是不醒覺的 這是比較困難的 這個事實 在乎他 在乎他 他願意幫助 是可以要神有能力 神的懷疑也有能力 只要他肯相信 就算有人說我又怎樣 就好像我說到 有些人說我 不要緊 因為神也祝福我的事奉 但是他說什麼 他負責了 神會追討的 神不會容許他 破壞我的事奉 這樣我就深信這件事 OK 有沒有回答你 如果說實際具體 怎麼幫助一個人 這些人是難幫的 是難幫的 偉大了 我知道應該有一點好些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譬如說我看年修書 以前初初神主喜歡看 有時候那個年修書 他分享自己的經歷 中間是有不好的 我都有一些 其中有一個師母 因為他跟他先生一起 他在外國 說因為他關了門 家裡都走出門好的時候 那個師母 他分享自己的太太師母 他忘記了 他說可能沒有關門 就是坐上車說可能沒有關門 所以他之前都有回去看了幾次 其實是關了門 但是他的師母就是這樣 他覺得很困擾 有時候說沒有關門 有幾次這樣 覺得不處理又不行 因為那個師母就是單身 家裡沒有關門 你說走一門 這也是強迫症的一種 是嗎 但是我呢 所以我自從這樣 我不敢看那些書籍 坦白來說 因為你的本書 我現在才慢慢看 因為我在我的生活當中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我關了門 出門 我說是不是沒有關門 我要看 其實我關了 我有很多次這樣 我說我再問個方法 我自己關門的時候 看一下樓山 然後我再出去 我等正都不會想到 我沒有關門 我再回來 我覺得為什麼有這些想法 在看書 令到我都不敢看書籬書 現在才慢慢看 你說應該怎麼處理呢 是啊 這個呢 這個呢 你自己有少許受影響 就是說你自己不敢看書籬書 因為你怕看到這些個案 是的 這個也是強迫症的一種 首先 我們自己怎麼處理我們的強迫症呢 如果我們發現 我們有些擔心 那我們可以下一次怎麼做呢 我鎖門的時候 我鎖了 我自己鎖了 自己跟自己說 我真的鎖了 鎖了不會自己開門 我今天出門 我就不要擔心有沒有鎖到 如果是強迫症的人 就告訴自己 我已經做完這件事了 我不用擔心 等待過後 就不會記得 因為很多時候怕不記得 我既然看清楚了 鎖了 所以我不用擔心 有些行動可以幫助 鎖完之後 拔一拔到門 開不開不開不開 鎖了 OK 那就不要再想了 告訴自己 他會記得我已經鎖了 這是一個方法 不過有些人嚴重的程度 是可以 他一樣鎖了 一會兒再回來 一會兒又出門了 又說害怕 這就是 一方面是他沒有安全感 或者他有些擔心憂慮的事情 重複在腦裏 一邊去運動 一邊去重播 就是說 那些人愛我 那些人做什麼 他重播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種 就是強迫症的一種 所以我們自己學習 就是 很重要的是 我深信神在愛我 我如何深信神愛我 一方面是自然界 和聖靈感動我們 就是我們留意神在我們生命如何做功 神如何幫過我 神如何感動過我 所以神是看著我的 所以神不會祝福我的 我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盡量去數算神做過的事情 就不要擔心 讓我們深信神一定會保守我的 我就不用擔心 哎呀死了 有些人害我 有些人下毒 有些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這就是由一種憂慮變成了 強迫症 這就是一些個案 你可以在銀組上寫出來 由我們承認 我多關心你們本身有沒有一些問題 先說到因為這樣 所以你怕看數量書籍 這也是我們自己的處理 就是我們能否學習 我看到人的個案 我不代表擔心我有 就是不要說 我看到人有精神病 如果我進入精神病院怎麼辦 就是我們不要灌輸這些觀念在我們心中 我們看到個案 我們知道一個警覺 警覺就是我們怎樣保持親近神 有平安喜樂 還有從神有信心 聖經應許的 因為聖經是有很多證據證明神的說話 他應許的一定應驗 他的預言一直應驗 所以我深信神一定會保守我 所以我不用擔心 總是加強這些信念 看到這些個案 我只是覺得人真的很淒涼 人沒有神也很淒涼 甚至有耶穌 他不懂得應用神 聖經是你那邊聽不到的 現在有聽到嗎 不是 我聽到 現在有聽到嗎 現在有聽到嗎 我聽到 現在是聽到 總之我們不要灌輸任何負面的情罪 在我們內裡 我們知道人有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接受世人都犯了罪 人沒有神際可以變成不同的病態 我們就說,神啊,幫我,是正面的思維 整天都是平安喜樂,我聽神說神一定祝福 我們就說,我看到這些個案只是一個警戒 還有知覺人有這麼多問題,我就求神給我聰明智慧怎麼去幫人 就不是因為這樣,我又怕看淑聯書籍 不是淑聯書籍本本都說這些人的問題 有些說而已,有很多不說 就算她說,不是代表我會有的,我們不用怕 因為通常有這些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 是她長時間在負面情緒,負面思想 所以大家留意自己裡面有沒有負面思想情緒 就是,我很慘,沒有人喜歡我,沒有人要我 我很孤單,我沒有朋友,這些千萬不要灌輸 譬如真的沒有朋友,我們不是在教會裡面 真是關心人,變立一些關係,讓我們能夠在… 教會真是基督徒有一個很特別的資源 因為普通人想找真誠的朋友,是有時候很難找到的 但是我們基督徒在教會總有一些人是真誠的 那些人我們就珍惜,也都可以… 千萬不要摸著她,拔著她 她又怕,她會手壓力,她會疏遠我們 我們只是跟她正常的交往,跟她正常交往的時候 我們有平安喜樂 那些人不會很孤單,有滿足感 也都會有侍奉幫助人,有滿足感 那些人就不會那麼容易陷入這些不同的情緒病 OK?我想聽一下你們本人有沒有受了這些影響 而你覺得很難出來的,有沒有? 有 有 是 是 你簡單說吧 簡單說就是你說的那屎上身 怎麼說呢? 好像你看到某某人 你說她的伴侶過身 她是很恩愛的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們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很愛主的 怎麼叫她拿屎上心呢? 就是說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他還有其他不好的事情 有一個謊話就會進來 可以發生在她的身上,都可以發生在你的身上 那我一當根本想的時候 就會陷入一個害怕、憂慮 甚至乎恐懼 這個就是我的講話 OK,那這個呢 我知道你的情況 我會過面和你聊天 我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去說出 怎樣回應 是 是 這個基本上就是 第一,你知道 我知道聽你這樣說 你真的有傷心 有害怕、擔心 死了,這些事發生會不會在我身上 這個就變成一種擔心 這個擔心長期都可以造成我們情緒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是建立 從神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決 神是一定會祝福我的 我一定會無福的 我們一有這些意念 即是說 不是的 神會給我 神會給我 那我們就能夠 人就 即是不受這些影響 我每次都親近神 親近神的時候 神會給我喜樂平安 這樣就是主 神會和我一起 所以神正在幫助我的 我就不用介意了 總是 裝滿很多好的東西在心中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們親近神 稱讚自己 神就很喜歡 神很歡喜 那我們的人就會開心 但是如果我們經常都說 哎呀我親近神 不過親近神不夠 總之凡是批判的話 就可以造成 情緒和親近神 現在靈又不給了 聽不到 聽不到 我就說 我們所有負面的東西 哎呀我親近神不夠好 不夠多 不夠專一 凡是批判的話 就會造成 哎呀我都是不夠好的 神都是不喜歡我的 那這些 就會造成 情緒問題 所以我們學習習慣 總是說 一有做得對的地方 多謝神 不是很驕傲 多謝神 我現在有聽神說 神就喜歡的了 我現在親近神 神又很歡喜 他歡喜 我又歡喜 神歡喜又會祝福我的 有些人說 那你就很驕傲 那聖經說了 我聽神說 我不是說我完備 我只是說 我向著神的方向去 神就歡喜了 神就祝福 這個是聖經有說的 所以我就不用擔心了 什麼好處都不決 這個就是 在詩篇三十四篇 是十節的 尋求耶和華的 什麼好處都不決 那我不用擔心 去告訴自己 我們也需要接受自己的勸戒 那個人發生 不一定在我身上發生 就算在我身上發生 我有神 神會照顧我的 也有一件事 不要擔心 死了 如果我陪下死了怎麼辦 這些人就自己 還沒死 就想著他死 就擔心了 那就變成了 天天都不開心 我們深信 神將人安排在我們身邊 是禮物來的 是恩典來的 我們不是要捉住禮物 我們捉住神 我們有這些人在我們周圍 我們就感恩 我們珍惜 但是不是怕著死 有一天會失去 這樣的時候 怕著失去 什麼都可以害怕 怕健康的問題失去 失去了健康 或者失去了工作 什麼都可以擔心 這就變成了一種強迫性的擔心 我們就告訴自己 神祝福我 看重我的 神是會保守我的 我聽神說 就算這些事發生 都不要緊 我們都學一件事 就是說 就算我最親愛的人 真的有一天離開我 我都接受 我有神萬始終 真的 一人總會離開世界的 要是他先 要是我先 但是就算他先 不代表我 就會很慘的 我們要學習 我們不是依靠人 得到平安喜樂 我是依靠神 但是人在他旁邊是禮物 我就去珍惜 我們都能夠廣闊的 跟人建立關係 以至呢 就算有個人離世 但是我不會變得只有一個人支持我 只有一個人支持我 只有其他人支持我 我就 心裏總是有安全感 和滿足 OK 我簡單回答你 有沒有回答了 是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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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我呢 就是 我自己的信仰呢 我自己的信仰呢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我信了 我呢 人家但我信了耶穌 然後我就看聖經 然後我就知道這個神 看到這個神呢 看到我過去的罪 然後我認定這個神是真的 然後我就跟隨這個神 一百提神回轉歸向這個神 那我對形式真理呢 就不多的 我只是看舊約 那我對神的信仰呢 就是 如果你不聽啊 又點點點啊 就做啊 聽了就無福啊 那我就很怕這個神 對這個神很恐懼 我就去遵行 神的旨意 跟著去傳福音 去愛人 去行神的道 跟著呢 就聽神的說 因為我很看蠢明生嘛 我很想上天堂 嘛 所以呢 都是緊緊跟隨耶穌的 那我就認識聖經不多 我只知道 天父很愛我 我就愛天父 天父愛我 我愛天父 天父喜悅我做的事 我就去做 神喜悅的事我就不去做 那我的信仰 真理的真基是沒有什麼真理的 但是我知道天父愛我去做 那我就認識了一班姐妹 那她就 她說她自己 你試一下 簡略你想問什麼 我現在講簡單的了 我現在講簡單的了 你告訴我你想問什麼 但是她們說我信她沒有聖經的確據 她說我信她沒有聖經的確據 我信她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沒有聖經的確據 你所信你又說不出來聖經 她就一句說話 她說我講解不了聖經的真理 就是說如果你講解的 你有聖經的真理 你有確據的 認定你是神的所行的 那我是這樣走的 我認識不多我就這樣走的 我經歷神的改變 經歷神的祝福 拜領 祝福 這些是我 我聽到你講 因為之前你都曾經講過你的情況 我現在回答你很好 因為我知道你的情況 我聽過你講過 第一聖經的真理怎麼得救 這是很清楚的 就是很簡單很清楚 就是我們悔改 11點鐘 OK 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我想講的就是 基本信仰怎麼得救 我們之前有講過的 我們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神就拯救我們 我們真心悔改 神一定拯救我們 然後信仰一定有生命的改變 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這些就是生命的改變 就是神一定接立我們 如果我們有回應神 神感到我們聽話 我們已經是得救 我們就不是不得救 這是第一 還有我們繼續跟他有關係 他感動我 我聽話 聖經教的我聽話 我就已經是得救 我已經跟他有關係 而有些人 他會立一些很嚴格的規則 或者是對於聖靈工作是很抗拒 或者對於有些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很抗拒 那我們就學習 不要受到這些律法主義的教導 因為有些律法主義的教導就會說到 你現在不夠毀身 你不夠釘十字架 你現在不得救 這些我們不要受諾 我們可以分辨到這些我可以個別跟他們談 即是說你裡面有些受諾了這些人的控訴 我們不用 輪輪轉的控訴不斷告訴自己 我們是用聖經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聖經在說什麼? 聖經答應了你 我們真心悔悔認罪 憂傷痛悔心 主必不輕悍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這些聖經也罷了 而我們是有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為耶穌為主 我會稱為耶穌為主 即是我有聖靈感動 即是我是得救的 那你就不要因為這些人 而說你自己就不行了 的確你的信仰是有軟弱的 因為你受人影響 那你就捉緊我們給你的經文 我可以一會傳一個救恩的經文 那我就證明我真的有跟從神 那我就不用再被人影響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看聖經主要是新約 舊約也是一樣看的 不過新約是因為神的完全啟示 在新約完全啟示 在舊約因為是教導 聖經有說到這是一個孩童的時候 所以有說到很多罪的懲罰 但是這些都是真的 所以耶穌說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但是聖經也很清楚說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都為祂歡喜 神都為我們歡喜 所以我們不要繼續說自己 哎呀死了我犯罪 神就咒了我 不要這樣自己傷害自己 我們一有聽話 我們馬上稱讚自己 我已經有聽話了 神就歡喜了 我們就可以開心快活了 這樣人就會開心 就不要慢慢抓住人的控訴 不斷去把那些控訴插在身上 這個也可以是強靜的一種 就是將一些人的控訴 當作是真理 我是很可惜有些人 傳播一些律法主義 經常令人很擔心 他的心是想人遵從神 我也是叫人遵從神 但是我叫人遵從神 是說很開心的 因為神不是說 你要做到大事我才歡喜 不是你要救到人的靈魂 我才歡喜 你將一杯糧水給一個小節 都不能不得嘗試 就是耶穌告訴我 你任何做對的事神都喜歡的 所以我們就說 我現在做對的事神就歡喜了 那就不要再受那些影響了 我簡單的回應就是 那些思想我們都一樣要把它洗去 就是有些人的控訴是很厲害的 就是有些人的教導是控訴為主的 那是強迫人怎樣改變 我們是很努力去改變的 但是我努力得來我輕鬆的 我今天又幫助人 那就是主 哈利路亞神喜悅的 我有親近神 神又喜悅的 我做得不夠完美 求耶穌赦免我 神又歡喜我 有悔改的心 那我所做的 我真心悔改信靠耶穌去做 神一定會歡喜的 那時候 我們就不會在控訴之中了 OK 我簡單回應了你 那我可以再知道你的情況 我再跟我們聊天 OK 牧師 牧師 那我之前那些行的那些 都是七月神經的嘛 因為哪個人很單純 就是我這樣信就這樣行 很單純 那就可以了 那就對 不用擔心 他全部埋沒我的 那也不要緊 我全部埋沒我的 說我不信 說我不信 我不受教 你信他是假的 這樣令到我信心都沒有了 是啊 因為你受諾他的說話 我現在叫你不要受諾他的說話 不要再想他的說話 我不想再跟他們一起了 而且你不要再想 因為你重複再說這件事 就是你再想 我們不要再想 因為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的嘛 那你現在明白了 我待會傳了救恩經文 還有我們基督徒改變的經文 你如果要跟著做 我就不用再擔心了 是不是 就是我們 我們建基於神的話語 不要建基於人的批判 不要因為人的批判 是不是 原來有些人都願意 想你增加神的主義 我就覺得他們用你 你你你你你 為什麼你不說我們呢 如果你真的想一個人改變的話 就說 是啊 我們都要改變 加上我們是否更是謙卑呢 OK 但我只是指導說 控訴 你你你你你 不停地安理你你 好了 展妹 你不要再盤旋他們做的事情 我剛才說了 這個是律法主義 很批判人的 我們不用受諾 不要再思想 不要再重複說句 就是盡量呢 想多些神的英訊 不要想那些傷害你的人所說的說話 我們每個人都記實這個 傷害我的說話 我盡量化解 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繼續去想的 OK 我跟從神 我不用什麼人說什麼 我都不用擔心的 他說什麼都好 我總之我跟從神 我不用擔心任何人批判 OK 好 我們留意我們那裡如果有雜聲 我們要關掉聲音 好 OK 好 有沒有人有重要的問題 你可以在 WhatsApp那裡傳出來的 就是如果有些重要的問題 你覺得我現在很受影響 我很需要幫助 你可以說出來 我看到你的名字 我知道我也會聯絡你和你聊天 OK 如果沒有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我們這次講了經歷神 原來神這麼好的 你聽我說了 我講真話總是講到神幾好的 神有很多恩典禮物 這是正面思想 我們要記實這件事 不要說 哎呀那些人又說我 我經常都是神幾好幾好 OK 我們一起站起來 我現在可以的話 站起來 放鬆個人 親近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你真好 耶穌你真好 耶穌你有很多恩典 很多福氣和我們一起 你時時祝福我們 你時時幫助我們 我們信靠你 我們倚靠你 我們尊崇你 神你是滿有恩典慈愛的 你會凡事幫助我們的 我是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有任何的事情 有任何負面的事情發生 有人對我們說負面的說話 求主幫助我們 有信心 有神萬事足 神一定會祝福我們的 神一定會加力給我們的 凡是愛神的人 神就為我們預備眼睛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求主幫助我們記實這些經文 我們愛神 神就一定搞定我們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擔心的 我們先求神的國跟祂的義 一切又加給我們 尋求得意 什麼好處都不缺 什麼好處都不會缺乏 神一定祝福凡是愛祂 遵從祂的人的 求主施恩在我們生命之中 讓我們平穩安靜 平穩安靜我們的人 找udo平安興省 能夠醫治我們一切的憂鬱 和煩惱 求主幫助我們留意到 我們有任何情緒問題我們都盡快處理 並且時時要選擇正面的思維 就是當我們一做到好的事 對的事我們立刻感謝神 感謝神在我生命工作 也都欣賞自己有改善 也都讚美神 因為神在我生命做工作 我就多謝神 神繼續改變我 求主幫助我們釋放我們心中有任何的憂慮、煩惱 所有的不開心我都放手 所有人對我傷害我都放手 我們不需要繼續去想回別人說過的事 不需要繼續去反覆思想他們的事 我們反覆思想神的話語 不要反覆思想罪人的說話 因為罪人真的有很多種方式會傷害人 求主師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言語盡都是正面的 盡都是建立人的 是令到人被安慰的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叫被囚的出監牢 叫人得到釋放的 求主幫助我們 是叫人欣賞 而不是叫人受困綁的 多謝天父 神祢釋放我們的靈 叫我們平安喜樂 開心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祈祈祈福 聖名阿門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主祝福大家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